第39题,预星将一篮球垂直上抛 球到达最高点后又落回原抛处 下列有关上述过程的叙述何者正确 A,篮球到达最高点时 其速度与加速度皆为0 我们到达最高点不再往上走 速度为0没有错 但加速度为0是错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受到所谓地球引力 有所谓的重力加速度 选项A是错的 B,全程篮球的平均速率为0 而平均速度不为0 这个是错的 我们回到了原点 所以我们没有位移 没有位移所以平均速度是0 可是我们确确实实的有走了一段路 那么有花了时间 所以平均速率不为0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篮球上抛过程 花费的时间大于落下过程的耗时 这个是错的 因为呢如果没有受到其他的力量作用 我们的距离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加速度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呢我们落下所要花的时间 以及落下的时候的最后的速度 跟抛出去的速度应该都是一样的 选项C是错的 选项出篮球上抛与落下方向虽不同 全程扔为等加速度运动 这个是对的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它都受到了地球引力地心引力的作用 而通通都有所谓的重力加速度 假如我们不计其他的主力的影响的话 所以选项C是对的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上述过程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篮球上抛与落下方向虽不同 全程扔为等加速度运动